宗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 也能够教化人心 让家庭社会更加幸福和谐 禅修是佛学中最高的功德 可以观其心长智慧 台湾台中市的养晦学院 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 2018年6月3号 选择在台中市文心公园内的圆满剧场 盛大举办感恩禅 千人禅修活动 邀请千百位民众一同体验禅修 茄爷山基金会董事长 上吾夏英长老尼方丈 现场引导大家 观呼吸 尽心灵 共同化解暴力之气 共创和谐社会 真正的实力 这叫人的可贵 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办活动 事实上是一种示范 要关心着每一个人的 一个叫健康 长寿 活动内容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就先教大家 怎么样能够透过身体的放松 能够慢慢进入觉知的一个状态 那再的话我们的方丈和善理会 我们开始怎么样用感恩的心 来练习禅修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正式教大家 怎么样利用放松去觉知自己身心 千人禅修活动当中 台中市民政局长游永志 也亲自到场致辞表示 养晦学院多年来以社区学习中心 跟当地许多公司立单位 专业人士合作 规划心灵课程跟公益活动 关怀社区弱势 非常值得大家肯定 希望我们的社会 能够多一点正面跟善念的能量 让台中市成为最温馨美好的城市 我想就是一直来宗教团体 都是这个市府最好的这个民间伙伴 市府很努力的在这个物质的建设上努力 而很多时候其实需要像这样子 像养晦学院能够生根20年 在社区里头推广这个佛教 其实是最好的这个心灵建设 台湾最近发生好几起凶杀情杀案 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为了化解大家的怨念跟压力 养晦学院还安排了50名法师 教导民众学习禅修 让身心舒畅 养晦学院表示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培养正确的禅修习惯 千人禅修活动 就在6月初 傍晚凉爽的微风当中 仿佛默默的凝聚了大家五行的力量 打造一个清静跟慈悲氛围的室外桃源 记者陈文旭 小友经台中报导